各位聽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收聽《加拿大風情》 今期的節目我們有五位自己有 除了我Piase 做主持之外 我們慣性有財經顧問Norman生 索浩斐先生 接著就是我們的文井大哥 這個資深傳媒人Herman 以及我們的咖啡貓製作公司的老闆Jacky Hello Jacky Lee 今天我們特別介紹的嘉賓 我不說,只看樣子也知道她是運動現象 首先介紹Oscar Wong Oscar是威瑞士 稍後我們會詳細跟她聊天 因為她是今天的主要嘉賓 但是她還沒說威瑞士 我只會說一說 她很厲害網球 ice hockey golf snowboard weightboard 總之什麼大部分的運動她都很厲害 曾經代表過 不要說哪裡 稍後她自己說 是出戰的 就是到處去比賽的 稍後我們說一說現在加拿大的新聞 最重要就是兩件事 第一就是 整個大灣地區前幾天都落大雪 負十幾度 冷到抽筋 出去產雪 產完之後都冰了 挺好運動 今天下雪雨 大部分的雪在主要街上都溶了 但是世界還是滑溜的 有開車 或者香港剛來的朋友 要小心 慢慢開 不要慢慢開 慢慢開 小心捨得慢著雪 還有撞了不用怕 其實我今天去了UBC那一頭落很大雪 今晚很厲害 很厲害 對 落得很厲害 Richmond回來就好像另外一個結界一樣 沒有雪 Richmond就好像下雨一樣 另外一個結界 香港的朋友不想去山就可以來Richmond Richmond平常溫度也是比其他大溫地區高一點 暖黃一點的 而且因為Richmond是全部是一個平縣 就變成了不用上山下山 如果你的車沒有好的車輪 沒有好的雪輪 都不會滑得那麼厲害 平路少少滑 就不是說下斜路停不下車輪 無論如何 講完這些之後 講一講我們溫哥華現在的重要新聞 第一就是我們的疫情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嚴重的 大家看看我們五個 照這個百分比 十個之中可能都有一個重要的 其實我們每一天都三千多人 過去三天差不多近萬九千多人 所以我們政府也有很多對策 就是說餐館又要疏離一點 不准每台營館超過六個人 所有大型的公眾活動全部都取消了 結婚那些都自己加不了 就不要再叫外人了 還有到1月18日之前 我們都沒有任何放寬的跡象 如果還是疫情再嚴峻一點 難保是公開的 好像都封閉了 幾百萬多人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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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一個B.C.控制 Board 就會發一封通知給你 說你這次物業的估值是多少 市政府根據這些估值 就是會打你的地稅 那麼Norman立刻抵高他的手 那他就想說一說 補充一下 肯定是罵政府 是不是 法常加根 什麼都加 OK Norman你先說一下 我想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政府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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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例如是Richmond增加了6% Richmond去年加了5.6% 已經是全大溫地區最強的 但是今年好像猶豫再加 本來我希望今年應該是我們市政府的市選 希望有些市員就是因為想要多點票 出來說不要加稅 結果可能還是要加 沒有辦法影響到這個政府的決定 因為他們加稅就說是因為疫情期間多了很多配套設施 又要有很多地方沒有收入來源 所以就要加稅來令到大家的民生好過一些 冠冕堂皇得很厲害 所以加稅就理所當然的藉口 我覺得今年應該是添加了不要加百分比 因為你的測試增加20%是很厲害的 其實應該添加了不要加了 不過這樣的話其實現在的通脹已經很嚴重 現在的通脹差不多是4%左右 如果你再加上這個的話 其實通脹也會更加厲害的 你知道我們的省政府就不斷地加福利給一些打工的人 就是由1月1日開始 所有的公司都有加了5天的有薪的病假 以前就是你和僱員大家對付多少病假 現在就不是政府的硬性規定 這個打擊最大就是有些小型的商業 舉個例子 譬如我做餐館的 隨時樓面都請客幾三十人 做事的廚房有幾十人 這些人 本來以前可能是不需要給病假的 即是他真的病了就不出量 他不上班就失去 現在是硬性的 那麼肯定每一個僱員 每年都不會病少過5天 所以是拿了這些錢 尤其是年尾特別病得多 當你每一日 你每天200元人工 即是平均計算 那麼20多個 即是差不多5萬元的支出 即是工資的支出 即是一間公司 你一個20多個員工 如果大型公司可能會多花很多錢 那麼在疫情之下 生意經營已經比較困難 如果聘請客人也比較困難 有些人不上班,在這個情況下,小生意就會受打擊 所以我們問問Norman,之後我們的叉燒飯指數 可能由10元升到14元,再升到18元 可能遲些是20多元的一碗叉燒飯 其實都跟省政府反映了,剛剛推出政策的時候 Richmond News訪問我的時候,我也有說過 將整個報道反映給省政府 其實省政府既然有這樣的規矩,為什麼不資助小型商戶呢? 疫情期間這麼多資助,也是為疫情而設的措施 為什麼不資助小商戶呢?但是一直都沒有回應 會不會產生了另一個現象,就是更多僱主 可能避免福利聘請兼職或省工 即是沒有那麼多長藥 或者他用了合約基礎 例如你建屋那些,例如做電工 以前就是他聘請很多僱員,然後派出去做事 將來可能就是大家包上包 即是說他接了一單工作,然後再承包給一個小盤頭 小盤頭就是自己有自己的人 這樣做 就變成反而令政府收入減少 因為如果承包制,那些人不是出員工 即是出工資,那些稅不用給政府拿了一筆 所以這個真的很難說,可能有很多地下經濟的情況發生了 人人都創業做自己一個人的老闆 個人公司,每個人都開自己單 但大家的問題就是,譬如有人想置業的話就很麻煩 你置業的話,你的收入就比較... 即銀行就不太喜歡見到這些收入的 如果你是一個上班那些,有固定薪水 是一個僱員,銀行就會願意借一個交易給你 如果自僱那些是要有策略的,要有些安排的 但通常來說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要顧及我們之前幾個星期的借錢 防貸專家的提議 另一段新聞說,加拿大做了調查 是100名最高人工的水資公司行政總裁 你猜一下他們平均年薪是多少 是2020年,是1090萬 每年的收入是1090萬 原來他們的報告就是,跟我們普通人 普通大眾的平均收入 他現在真的剛剛才開工 今天星期二月,他原來今天 就已經賺了別人全年的收入 即是一月一日到現在 幾天就已經賺了別人整年的收入 那麼,Norman,有什麼評論? 為什麼那些人會賺這麼多錢? 蘿文子的收入 可能前天已經賺了這個收入 看看那個數據裡面 究竟是有多少間公司 以及人數是多少 因為BC省來說,很多是中間商業 他們如果做得成功,可以賺很多錢 他們是100個全加拿大 即是100個最高收入的人的平均 工資是1090萬 即是最高的100個 那不齊了,其實只有這麼可能 是,Norman也是一百分之一 我真的不是 我真的不是 隱藏 小時候找你 我真的不是 即是他受僱的公司 肯定賺很多很多錢 即是只給一個人的CEO的人工 都超過千萬 那當然,跟美國比 1元比跟同學比 美國隨時一個 好像Michael Jackson級那些 就唱一天都兩三千萬美金 唱一場 還要唱就是 但有很多心窄 即是NBA那些打球 還有可能他講的這些數據 裡面包括那些 即是例如那些是 即是例如那些是 即是那些 另外那些是 Benefit 股票等等 這樣也好 我們的省長可能都是 三十多萬人年薪的 總理可能都是三十幾萬人 總之那些 千萬不要做省長 做總理 做CEO 做一些聰明的CEO 或者好像Oscar那樣 打球打得出名 不過代表加拿大賺到很多千 到美國就可能賺到很多千 因為我們講完那些 平時的趨勢 或者言歸正傳 看看時間 剛剛好 就可以讓Oscar說一下自己的開場吧 可能你是否想問他 我讓Oscar先介紹一下自己 怎樣認識你最好 我是Oscar 我自己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香港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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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本身就是Tag 我自己讀是讀電子工程的 後來也再拿多了一個MBA的Degree 所以我本身是電子工程之底 但是這十幾十年其實都是以做商業管理那方面為主的 最近這幾年自己和幾個朋友幾個拍檔 就開始了一個我們做物聯網的一個智能的一個運動器材的公司 那現在都是全力在發展這件事 學以試用 你本身運動很厲害 接著又IT底 做智能的運動東西出來 大家開心吧 其實我本身從小到大 我爸爸其實是國家運動員 他當年在北京是代表中國出去網球 代表中國出去比賽Tennis的網球比賽 他當年打到前五 後來他去了香港之後 也是香港第一第二 所以從小到大就被他分圖 也被他帶著去打Tennis 那時候很小 六歲我記得那時候就已經開始打Tennis 打到香港的青年軍 代表香港出去比賽 打贏張三賠 這樣就沒那麼厲害 但是那時候很崇拜張三賠 其實香港的網球的水平 在世界舞台就算是很高的 好老實說 所以我也很慶幸我爸爸 當年從小到大給我一個運動的背景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 就算當年小時候 或者做完書讀大學 或者工作之後 其實有一個健康的體魄 對做很多事情其實都很有幫助的 就是個人又精神一點 又沒有那麼容易病 變成我其實從小開始已經被我家裡培養了一個很喜歡運動的成果 所以後來就學耳自用 就把我們在市場學到的東西 成立了一間 用一些互聯網的技術 我們就看看怎樣 可以幫別人更容易更簡單 在家裡做到一些足夠的運動 讓他們可以養成一個健康的習慣 每天五十分鐘 我覺得會怎樣都比你一個月才去一次健身 你又不會很難 每天十分鐘 但是一定有效過你一個月才去一次健身 就算做三個通也沒有用 好,Oscar 剛才你提過這個 就是物聯網 我想有一半人可能知道 有一半人可能不知道 其實這件事 是否你不小心說錯互聯網做物聯網 還是物聯網是甚麼來的 不如嘗試用你的口中去簡單說給我們聽眾聽聽 是啊,Herman 其實物聯網 就是現在應該是 我們如果知道的第一波就是 電腦和電腦之間的一個互聯網 後來就有很多智能的手機出現 蘋果、三星、各式各樣的智能手機 第二波的浪潮就是我們叫做移動互聯網 就是拿著手機來上網 可以隨時隨地都可以 可以上網買到戲票 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其實我們大概六年前 開始這個視頻的時候 我們開始看到的趨勢就是 萬物互聯 現在大家應該都可能 開始接觸到很多 譬如你隨便買個電視機 其實都是連網的電視 以前可能只是練一些專網 你只可以看到 可能是某一些電台 但現在的電視基本上 你可以隨便上網 可以隨便 播入Netflix 或者這些網絡 就算現在去到我們買個雪櫃 買個冷氣機 買個熱水爐 基本上都是聯網的 你隨時可以拿著手機 我預先開冷氣 回家之前 我相信現在有些人開電車 例如一架電車 你可以在未上車之前 提早十分鐘 我開冷氣 那邊很熱 我想室內的溫度調到二十三度 你可以叫他通過手機 他亂了網 你就叫他開定 然後你去到就這樣 所以我們說的其實 物聯網就是 物件與物件之間的互聯 就已經超越了人 已經不是只是人和人 那麼簡單 物件與物件之間都有互聯 不過說到這件事 我有一個擔心就是 每個人的個人私隱 就是因為所有物件都互聯在一起 就變成這些會有些恐怖 譬如像Jacky 他很多時候出街不想老婆知道 如果車也是互聯網 不是很多時候是互聯網 很多時候 譬如上網買一件東西 有登記記錄 然後去到哪裏 有沒有做運動 整個心跳都出現 只要他老婆看不到這支 其實有的 我開那輛四環牌 去到哪裏的APP是會知道的 所以有時候要去某些停車場 走下去 好像做特務一樣 走下去 那些時裝飾 會測試一下你心跳 那老婆說 為甚麼星期六晚上四時 你明明上班 為什麼心跳突然加速到這裏 原來為什麼半個小時沒了 原來就是用了物聯網的拳譜去打拳 就是上班的原因 很多这些事情,以你比较新的专注这些新的技术 例如我一个人有点关注我,跟你说这些事情 你想想,这些事情有没有解决呢? 很多时候不是说你家人之间的信息交流 比如说我不想公司知道我这么多东西 或者我不想政府知道我这么多东西 譬如我驾车出了车,我评论周身背痛 又发觉我原来在健身上做运动,我待会又去哪里 这些记录是将来你如何保证不应该被人得到的 因为每个东西都连起来,很难说 譬如你Jacky买的电车,开完了 用完的资料,下一手就知道 原来Jacky Lee以前经常去某个地方 然后我们又发觉政府在几月几天堵破了一个地下赌场 或者色情假暴,每个礼拜都在那里 怎样在那里呢? 怎样知道原来在楼上那里保习社 其实我自己看的永远都是一个平衡的 当科技越来越方便 对应来说,其实现在对互联网的data privacy 其实很多国家的监管都很严谨 尤其是开始的平台 譬如我们开发苹果手机或者安卓手机的APP 其实平台本身呢,因为受到政府的监管 我们每一次APP上传呢 就是我们要发一个新版本 那些公司其实都很紧张 因为他们被人罚得很厉害 那么他们都会照光 我们的APP里面有什么漏洞 他会提醒我们 他怕你 你有这个,刚刚我们有一个新版本出来 Google就不让我们上去 还会说你ABCD 有三个potential的问题 有一个是你的数据 可能私隐方面你不够更新 那你改正了,然后才给我们上去 所以我觉得在从监管上 还有其实现在的消费者 其实对于他自己本身的数据私隐 因为可能很多新闻 很多正面也好,负面也好的新闻 其实现在经常都听到 所以其实消费者本身都很注重这件事 那导致到其实很多企业 尤其是我们做应用、做科技的企业 都很小心 我们本身,其实我们在那个登录那里 我们从来都,就是我们自己决定 我们从来都不拿过用户的真实的個人资料 比如它是姓名啊,什么身份证啊 这些我们其实是从来都不会拿的 我们反而只是要求他给一个厘清 就是他总之有个名字 就是了,因为其实我们本身自己 都不想太过踩到这些红线 因为如果万一在监管上 都被政府发现有这些漏洞 其实是罚得很严重的 其实开发商那里,这个问题 你就算怎么处理也好 政府都一样有办法拿你的数据 不如我们休息一会 我之前在美国政府做的事情 稍后回来爆一点给你们听 休息一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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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